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是說現在有八本不同的書 那下面的敘述哪個是對的 我們看第一小題 他說給他平分成四堆 那有幾種方法 那因為他只是說分成四堆 那分成四堆的話 那你那個一二三四這樣放 三四一二這樣放 就第一本跟第二本放第一堆 第三本、第四本放第二堆 跟這兩個對調 事實上一樣的 因為他每堆的話是不可區分的 所以現在的話我假設 把這堆的話先把它標好 第一堆、第二堆、第三堆、第四堆 那這樣的話 你平分成四堆的話 總共有幾種方法 就是說 那個 八本 先拿兩本出來 放到第一堆 接著 剩下六本 六本 拿兩本放到第二堆 再來剩下四本 四本再拿兩本放到第三堆 剩下兩本就放到第四堆 那這個的話呢 是你把堆固定的時候的方法數 但是問題的話 這一堆跟這一堆對調的話 事實上是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堆跟堆之間是不可區分的 也就是說你 第一本、第二本放第一堆 第三本、第四本放第二堆 第三本、第四本放第一堆 跟第一本、第二本放第二堆 事實上是一樣的 它每一堆是不可區分的 所以你要把它除以四階層 就是這另一兩個對調的話 是連同一種情況 好 那這樣的話呢 總共有幾種? 總共有幾種? 總共的話 這是八取二 乘以這個是六取二 再乘以這個四取二 再乘以一 這等於二五二零 然後再除以多少? 四階層 四階層 等於多少? 一百零五 所以第一小題 它有一百零五種 所以第一小題是錯的 好 這樣我們看看 第二個選項 第二個選項 它是評分給甲乙、丙丁四個人 那甲乙、丙丁的話 這個是確定的 甲乙、丙丁 這是確定的 剛剛算出來 我平分給四個人 我八本拿兩堆給第一個給獎 剩下六本 六本再拿兩本給一 再來剩下四本 四本拿兩本給別人 剩下兩本就通通給定 這個答案算出來的話 剛剛算過 八取二乘以六取二乘以四取二 這樣多少 二五二零 這是二二五二零 所以第二個選項是對的 再來我們看看第三個選項 他說分給獎與比三個人 那甲的話 他是得三本 那乙的話 得兩本 丙的話 他也是得兩本 那這樣總共有幾種方法 那就是說 八本你拿三本給甲 再來剩下五本 八減三五 剩下五本 你拿兩本給乙 再來多少呢 第三個是三三二 弄錯了 乙拿三本 加起來等八 那剩下五本 拿三本給乙 再來剩下兩本 通通給丙 那這樣算出來多少 八取三 乘以五取三 他乘以二七二是一 所以等於多少 五百六十 所以這是五百六十 所以這個選項是錯的 兩百八不對 這五百六十 所以第三個選項是錯的 再來我們看看 第四個選項 他說 分給甲乙 餅三個人 其中一人得三本 一人得三本 一人得兩本 那共有幾種方法 那這樣子的話 這種情況的話 有這種情況 有甲 得三本 乙 得三本 餅的話 得兩本 或者是說 甲 肯 得多少 得三本 那丙的話 得三本 那乙得兩本 或者是說 乙得兩本 餅得三本 乙得三本 丙得三本 甲的話 得兩本 甲得兩本 其他兩個人得三本 乙得兩本 其他兩個人得三本 或是丙得兩本 其他兩個人得三本 那這三種情況的話 每一種情況都是第一個答案 每一種情況 比如說這種情況 他是三本 三本 兩本 八本 拿兩本 拿三本給價 然後再來剩下五本 拿三本給價 再來都三本 剩下兩本的話也通通給價 那這三個都一樣 所以的話其中 一人三本 一人三本 一兩本 他的情況有這三種 那每一種都有這麼多 這個是等於 剛剛我們算出來好像是五百六 這個是五百六 這五百六 不是兩百八 不對 二八十六 對了 就這個是兩倍 這個五百六 那有三種情況 就是把它乘以三 也就是說總共有五百六十 乘以三 總共多少呢 乘以三 這是一六八零 這是一六八零 所以應該的話呢 這個是有這個一六八零種的 所以第四個選項也是錯的 再來看看 這個 第五個選項 第五個選項 可能是甲得一本 乙得三本 丙得四本 還有可能是甲得一本 這兩個對調 丙得三本 然後呢 這個是 乙得四本 也就是說 這甲與丙這三個 給它這樣亂掉 亂掉的話 這有多少 有三階層 三階層的這個情況 總共有六種情況 那每一種情況的話 它的方法數有幾種 它的方法數的話 就是八取一 八本取一本 給甲 再接著 七本取三本 給丙 剩下四本 通通的 給丙 這種總共有幾種呢 這八乘以多少 七取三 再乘以四取就是一 等於多少 兩百八 兩百八十 那兩百八十的話 這種的話 隨便調的話 有六種情況 所以是兩百八十 乘以三階層 就是六 這樣等多少 乘以六 這是一六八零 所以這一六八零是對的 所以第五個選項是對的 也就是這一題的話 選二跟五 二跟五是對的 其他是錯的 好